导演让他来演个后妈 没想到却差点被胡仙旭把气死 好家伙这小嘴是真能巴巴 没说一个脏子却骂得这么狠 在拍摄小别离的时候 胡仙旭可算是过了一板对人的影 毕竟一进组的导演就说了 她和她的小后妈关系不好 对人的时候可以自由发挥 这不一下子撞枪口上了 要知道胡仙旭从小嘴皮子就用 既然大家今天来那么多又那么热情 那我就别开生命不客气了 给大家跳一段我最拿手的最得意的 也是我自编自投自演的一段舞蹈 招魂舞 就这打小就是说相上的好苗子 对个人那还不是姓首面白 尤其是面对这小后妈 总想管着她当她亲妈的时候 那话想都不用想 一出流的就全都冒出来 你还真把你当我妈是吧 咱俩是一平等关系 你帮助我 我帮助你 咱俩和谐友爱 你怎么就找不出你自己的位置呢 你算每个人同我 什么弟弟啊 是我瞎眼的爹心血的老婆 这话说的陈晓妮 是一个字都捅不出来 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平任潮 不过胡仙旭可不只是针对小后妈 俗话说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 因此面对后爹 胡仙旭也是丝毫不留情人 随便扯个谎都是爹死了 小小雨 我听说我昨天晚上突然去世了 我想问问你 我是怎么死的 这理直气壮的太平 他可真是个大孝子啊 就是不知道多看看相声 能不能学到他十分之一的功力 而胡仙旭也愣是凭着嘴皮子 差点把主演的风头全抢了 但凡海青少说一个字 都演不出这亲妈的感觉 看到妹妹就想到海青妈妈了 方朵朵 朵朵你这么跟妈妈说话是不是 不是 方朵朵可以这么跟你妈妈说话 方朵朵 朵朵朵 说话 朵朵 终于明白 为啥拍完小蝶里 张子峰还是一听到方朵朵这三个字 就忍不住吓得一机灵吗 叫全名简直就是妈妈的通用技能啊 海青这一张嘴孔剧感就来了 当初在拍摄小别离时 海青看完剧本还纳闷 有个闺女多幸福啊 杂整的鸡飞狗跳的 可进组后才发现 一切都是自己想的太简单 考试考杂了不要紧 改分数可就是诚信问题了 你看看这分数 94吗 你仔细看看 哇塞 七十四 你也觉得啊 那是四吗 那是一 可没想到这还只是基本操作 动不动就跟爸妈吵不架 还要来个离家出走 海青都差点跑去问导演 你们什么都是什么烂剧本吗 可没想到这些竟然都很常见 于是拍着拍着 海青的血压就蹭蹭往上涨 骂起闺女和老公的架势 根本没有人敢去拦一下 把张子峰都吓出心里阴影的东 可没想到过了没几年 黄磊又邀请海青来演小欢喜 依旧是脾气暴躁的妈妈 这次海青的词汇量可就丰富多了 骂起儿子来气都不带喘了下 罪一份 妈妈 你不要叫我妈 我不是你妈 你说你 天天天天学习学习不灵 打架打架门亲 我错了 你没错 我错了 我为什么要生你 我吃饱了撑的 我就不该生你 该说不说 海青能当这么多年的国民老妈 果然是有一定道理 明星在电影里 客串自己很常见 但这些真大佬 你都能认得出来吗 一个俄罗斯大客户指定要见你 俄罗斯 他叫谢尔盖 你好 请说 你能让我们哪儿 暖和起来 听着别扭的口音 和熟悉的脸 大帝在酒妈的彩蛋 露脸短短两分钟 可算是把观众激动坏了 不过回过神来仔细想想 就大帝这等级来客串的喜剧电影 简直就是一响天开啊 而这个最强彩蛋 也确实是由演员扮演了 但酒妈请不来大帝客串 却不代表其他电影请不来 当初宣布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 可是硬生生凭着这一句话 支撑起了下半辈子的演艺声 在电影《战争之王》中 尼古拉斯凯奇看到 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 高兴地抱住电影《黄青》 这一段可不是什么影像资料 而是导演专门请来本人现场录制的 而他本人也毫不在意 愣是凭着这一段内容 出演了七十多部作品 看国外的大佬一个比一个离谱 王思聪居然先坐不住 在电影《微微一笑》很倾城中 直接本色出演了一次金主爸爸 我是王思聪 我是你们的粉丝 我非常喜欢两天 我希望能加入你们 正式把两天做出来 欢迎加入 我们一起努力 好 你还见过哪些离谱呢 明星本人客串呢